大周看电影 本集分享一部 由吕克贝松担任编剧 盖皮尔斯和马基格雷斯 主演的动作科幻片 《太空一号》 故事发生在未来世界 男主斯诺是个身手不凡的特工 但在一次执行任务中 遭人献害 并且一起的同事 中情局特工弗兰克 也身手重伤 弗兰克临死前 交给斯诺一个打火机 并嘱咐斯诺 保管好手提枪 别让坏人拿走 随后斯诺在将箱子 托付给好友Mess之后 被特警抓走 在审讯室中 斯诺被诬陷 至杀害弗兰克的凶手 视频证据铁证如山 让他根本无法解释 对此就连自己的上司 四眼黑哥都没有办法 因此斯诺只好含冤入狱 被送往《太空一号》服刑 而拿到箱子的Mess 也因为意外伤人 被关进《太空一号》 《太空一号》是一座建在外太空的超级监狱 里面关押的都是地球上最危险的罪犯 同时为了防止犯人们互相伤害 监狱采取将犯人冷冻的特殊方式 这天 总统的女儿艾莉 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了此处 监狱安排她跟囚犯独眼龙 面对面交流采访 可谁也没有想到 这才是好戏的开场 交流中 独眼龙先是趁机 偷走了艾莉保镖 暗藏着的手枪 接着打死保镖 并将监狱中所有的囚犯 都释放了出来 被监狱 wordt 被监狱 控制洞的攻击 正在 监狱 开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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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中包括独咬龙的哥哥 刀疤脸 囚犯将埃利等人抓作人质 好在到目前为止 这帮匪徒还不知道埃利的真实身份 美国总统在得知女儿被劫持后心急如焚 他听从了四眼黑哥的建议 派斯诺独自前往太空一号 营救埃利 而刀疤脸此刻俨然成了这帮囚犯的老大 在谈判中 为了获得自由 他将总统第一女儿埃利释放 待埃利跟保镖逃入安全屋 刀疤脸才无意中得知埃利的身份 随后刀疤脸急忙带人来抓埃利 优优独播剧场 给我一个安全层 你必须相信我 你只能在这儿 你必须在这儿 真的吗?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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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困在密闭安全屋的保镖 眼看着屋中氧气越来越少 为了节省氧气消耗 禁止的保镖引淡自尽 最后一个斯诺破窗而入 救了艾莉 为了方便脱身 斯诺让艾莉穿上囚犯的衣服 并将她的长发剪短 随后二人混进囚犯内部 寻找因意外伤人而被关进这里的妹子 没想到这帮囚犯竟然形成了一个组织 有了自己的口令 斯诺因为不知道口令而暴露 双方随即发生了混战 斯诺虽然找到了妹子 但是妹子患了痴呆症 精神恍惚 倒霉的妹子还没说出箱子的确切地点 就死在了这里 而斯诺和艾莉也被刀疤脸一会儿堵在一间屋中 斯诺趁其不备仓皇逃出 不慎摔下高抬混了过去 刀疤脸压着艾莉返回控制室 没想到有些神经质的弟弟独眼龙 竟然杀了所有的人质 愤怒之余 刀疤脸狠狠扇了弟弟一个巴掌 这一下随即让弟弟独眼龙起了杀心 你还不想让弟弟叫你父亲 你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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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个预告的 我爹 不是现在 你爹 你爹 我爹 你爹 我爹 你爹 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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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爹 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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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 空军派来的营救战戒 也与监狱的太空防御武器展开了交会 趁着众犯的惊慌错愕之际 斯诺及时赶到救下来 请你 好,來 沒有,每 second counts here, man Get outside Warning 最终思路和艾莉顺利逃出了太空一号 重返地球 回到地球的艾莉 根据梅斯断断续续说出的线索 找到了储物柜中的箱子 四眼黑哥在得知箱子找到的消息后 兴奋异常 他迫不及待地暗东密码 打开箱子 却发现里面空无一物 四眼这才明白过来 上了当 因为事先并没有人告诉他箱子的密码 这下搞清楚了 他才是整个事件的幕后黑手 而特工Flank临死前交给斯诺的打火机才是重点 斯诺发现了藏在打火机中的存储卡 里面的内容不得而知 但是应该非常重要 最终斯诺恢复了特工的身份 并赢得了与艾莉的爱情 故事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至于这张誓死宝贝的存储卡中 到底隐藏了哪些秘密 也许就是将来续集所要揭秘的内容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 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请点赞转发给个关注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